三大指数震荡整理 后市还有没有拉高的机会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发钩 欢迎收看今天的复盘视频 从今天的盘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和创业板 都是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 并且是一个载幅震荡 截止到目前上证指数下跌0.06% 创业板上涨0.08% 走势上略微有所分化 并且在今天盘中我们发现 代表提债股的黄线是处于百线之上 并且处于零周之上 这说明目前短线的炒作氛围还是比较良好 好我们再看一下板块方面 今天领长的板块主要集中在 长收药特高压智能电网这几个方向 领跌的板块就是元宇宙和煤炭钢铁 好我们再看一下成交量方面 截止到下午2点15分 两次的成交量刚刚超过9200亿 这个成交量相比于上一个交易是明显缩量 我们预计今天两次的总成交量在11000亿左右 好那么接下来大盘会怎么走 还有没有拉高的机会 我们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日线图 从上证指数的日线图当中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在3448点之后 上证指数正在展开一波震荡上涨行情 我们把3448点到前期的次高点3625点 这一段我们看做一浪上涨 在这个一浪上涨当中又分为5个小浪 目前的话应该说是正在走第四浪 也就是回踩60均线 然后震荡反弹走第五浪 所以从走势上来看的话 目前还存在继续拉高的机会 因为大家知道目前指数还是处于3600点之下 离3625点还有一定的空间 但是这是一浪上涨的最后一个阶段 之后我们则需要注意风险 具体的走势 我们可以看一下上证指数的30分钟图 从上证指数30分钟图当中 我们能够更加清晰的看到 上证指数走完了一浪上涨 二浪回调 三浪上涨 目前正在进行四浪回调 并且在昨天下探到60均线 也就是3575点这个位置 基本上就是四浪的低点 虽然说今天上证指数是一个震荡行情 但是并没有跌破昨天的低点 所以说走势结构上没有太大的风险 接下来还是存在五浪冲高的机会 好指数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板块 就是今天大幅零涨的特高压 在前面的时候发哥就提示过 特高压板块是一个万亿级市场 也是和风光倍增为同一个产业链的板块 目前来讲的话 这个板块在突破前高之后 正在走加速上涨 如果本身就持有这个板块了 那么还可以继续带涨 如果没有参与到这个板块的 那么这个位置不再适合追高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医疗器械 医疗器械板块在底部反弹之后 在前期的套牢板区域 进行了一个震荡整理 在近几个交易室 再度出现了放量上涨 发哥是在前几个交易室提示过 医疗器械板块正在展开新一波上涨行情 那么经过连续三天的放量上涨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医疗器械板块已经逼近到上方半年线附近 所以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存在着抛压 在操作上可以适当的逢高减仓 保留一定的底仓去博弈后市的行情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半导体 半导体板块在前高突破之后 巴克就在提示且战且退 逢高分批减仓 保留一定的利润去博弈后市的行情 那么目前来看半导体板块冲高之后 展开了震荡整理 已经连续三个交易室出现了长上瘾 那么这个位置从大的走势级别来看的话 还没有出现拐头 但是从小级别走势来看的话 目前已经存在高位调整风险 所以这个板块目前的话我们要降低关注 用少量的仓位去博弈后商情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证券 证券板块在11月出现了第三次地点 并且展开了震荡反弹 巴克在前面就提示过大家 证券行情这一波行情会类似于今年8月份 也就是走出一波有持续性的正常上涨 我们知道在8月份的时候 证券板块上涨了一个多月 板块涨幅达到18% 那么这一次证券板块的走势结构 应该也不会太差 但目前在操作上我们主要关注 重要上涨过程当中遇到重要压力位 我们可以做一下高抛 回调到重要支撑线 我们可以做一下低吸 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主要关注5支均线和30支均线附近的低吸机会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白酒 白酒板块在中期走势上发高仍然不看好 因为它的重心是在逐步上移 并且上方存在一个大的缺口 所以中期走势上我们仍然看调整 关注的支撑位在连线附近 但是短线上尤其是逢连底 白酒板块是值得一看的 这是短线机会 目前来讲的话 白酒板块短期均线形成多头排列 并且在今天是站上了半连线 并且出现了冲高回落 接下来的话我们主要关注半连线附近能否站稳 如果站稳 那么还能够往上再冲一冲 也就是去看一下上方的这个缺口位置 但是总体失落就是大涨之后要逢高减仓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风能 风能板块从10月份开启反弹行情 走出了第一波上涨 然后在前期套牢盘区域展开了一个区间震荡期盘 之后再度挡开上弓 近期在前期高点区域遭遇抛压 所以进行了一个短线的洗盘 并且在昨天是出现了探底回升 我们可以发现昨天下涨的最低点 也是在前面这个区间的上沿位置 所以说这个调整可以说是点到极致 对于风能板块 我们认为接下来仍然存在拉高的机会 看好风能板块去突破前期高点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板块 猪肉猪肉板块已经连续16个交易式 出现了震荡整理的走势 但是在这16个交易式当中 都没有跌破前面的两根阳线 所以这是属于区间之内的一个震荡期盘 猪肉板块的总体走势我们来看一下 从8月份开始注跌 然后放量拉伸 然后到近期的缩量期盘 走势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还是保留了一个震荡向上的结构 那么近期已经有16个交易的震荡起盘 应该说是非常充分的 并且下方还有30均线的支撑 所以在近段时间展开震荡反程的概率 是相对比较大的 发个个人是看好猪肉板块去冲击连线 并且继续向上拉伸空间 但猪肉板块如果说走弱了 破位了 那么下方也会有60均线和半连线作为强支撑 所以这个位置是存在兜底的 因此对于猪肉板块 发个认为机会是大于风险 好今天的复盘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发个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评论区见